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台湾周焦点 我是黄金怡 新闻一开始首先带你来关注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 他明白表示不受一中政策约束 外界解读这是把一中政策视为可谈判的筹码 而明年1月20号川普正式执政之后 台美关系会有何影响呢 学者分析美国以国家利益为优先的思维 台湾不能不防范 那么前总统马英九则以川普还没有执政不愿评论 人还没有就任就碰触美中台敏感神经的一中政策 美国总总统川普准备将实施44年的一中政策放上谈判桌 但身为美中关系拉锯的关键第三方台湾 无不放大检视川普所言 是否将把台湾当成美中汲取国家利益的一颗棋子 川普先生还不是美国的总统 如果他在下个月1月20号以后 还继续做这样的主张的话 我想那个时候评论起来比较有意义 前总统马英九不愿评论 不过民进党立委罗志正分析 川普质疑一中政策却可能是两面阵 一来美国重点在对中谈判 一中政策不再是前提 但一中政策却变成可能是谈判的筹码 台湾当然不乐见 他可以接受一中也可以不接受一中 完全取决到底跟中国谈出什么东西来 对我们来讲当然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政策 我们不认为台湾应该受限于一中框架 来作为美台互动的一个基础 至于川普交接团队顾问叶万辉日前来台 掀起台湾对川普新政府的期待 但国际关系学者认为 就算川普目前质疑一中表面上有利台湾 但美国向来以国家利益优先 1979年中美建交和三大公报接诸的国际现实 台湾利益被牺牲的可能性 不管是经贸或军售都不能不防范 那一中政策是台湾不要的 所以他在这个议题上假如说 跟中国交易掉的话 并没有伤害台湾的利益 可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是 他下次会不会要去交易的是一个台湾重视的东西 比如说为了跟北京有任何的一个交易 去牺牲掉美国对台湾的一个军售 学者提醒川普至今议题式的发言 加上目前国安外交团队人士还没到位 政策论述人不明朗 但台美互动台湾不能再处于接受方 需要有互利行为 才能立即与美国国家利益导向的思维 撑起台美未来合作的可能性 记者综合报道 而总统蔡英文接见 美国国务院前政治事务次清雪曼 并感谢现在民主党欧巴马政府 过去八年来对台湾的支持与合作 也希望未来台美关系可以更好 我要感谢欧巴马政府 多年来对台湾在各项议题上的支持跟合作 美国上个月刚完成总统大选 我希望我们能够在现有的良好的基础之上 跟美国的新政府能够密切合作 那么更进一步的持续的深化台美的情谊 蔡总统感谢美国信守台湾关系法 以及六项保证 未来也希望两国强化双边伙伴关系 我国也愿意持续扮演 美国在区域安全方面值得信赖的伙伴 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还要来关注世界人权日 总统蔡英文出席人权纪念活动 并颁发回复名誉证书 以及捐赠文物感谢状给政治受难者家属 那么蔡英文也强调新政府推动转型正义 将清查散落的政治档案 让白色恐怖历史重见天日 2016年世界人权日 总统蔡英文亲自出席在景美人权文化园区 举办的纪念活动 并且颁发回复名誉证书给政治受难者张玉兰家属 以及捐赠文物状给政治受难者谢聪明等人 政治受难者家属呼吁 历史正义必须要扩及到受难家属 而蔡英文在会中也强调 政府推动转型正义的决心 历史正义必须扩及受难者家属 才能够真正召唤社会正义 才能够真正打开无数受伤的孤岛的灵魂 也才能够真正实践转型正义 新政府要推动转型正义 我相信这个重新的对话 并且感同深受的过程 就是迈向和解的道路 蔡英文表示 转型正义不是针对任何政府或族群 而是追求真相和解 给予历史重新评价 政府在三年内要完成国家白色恐怖真相报告 而真相的最后一块拼图就在政治档案里 绝对会仔细清查 让白色恐怖历史重见天息 总统府也公布第四届人权咨询委员会19人名单 南瓜弱势青年和妇女等各界代表 行政院也已经核定了人权博物馆四年的终成计划 要投入22亿的预算 进行史料整理和开放的应用 记者小宽奥组台北报道 还要来关心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审查公投法修正草案 朝野达成共识要下修公投年龄到18岁 不过呢在这个降低公投门槛领土变更 以及两岸政治协议公投修法 因争议太大各党没有共识暂时保留 争议许久的公投法修正草案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派成讨论 初审逐条审查开始 条文第七条 公投年龄下修到18岁的部分 一下就达成共识 会议主席决议此条文通过 不过当讨论到领土变更的复觉 纳入公投法之中的部分 国民党团一改过去反对态度 改为支持 反召到民进党立委批评 认为这个部分应该交由修宪处理 还要求国民党支持修宪 我们现在要先确立的就是说 如果国民党现在开始要支持这件事情 那修宪的时候你们也应该支持 我们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我们付出代价 所以我们从善如流 不止蓝绿不同调 亲民党立委认为 将领土变更的复觉纳入 会迫害两岸关系 超出这个问题 然后到时候还会造成 陆防那边会有其他的手段 或来制裁台湾 然后去破坏现在这个现状 我们在修法律的时候 政治表态不要考量太多 除了领土变更部分有经意外 两岸政治协议纳入公投修法的部分 也没有共识 此外公投尘埃门槛上 国民党也提出修正动议 将提案人数由四分之以上立委 改为三分之以上立委 还呼吁民进党支持 但最后也是没有共识 条文保留 记者陈嘉欣张志佳台北报导 为了打破密室协商 让国会透明化 立法院组织法上个月底三读通过 朝野党团协商必须实况转播 那么立法院长苏家全 首次召集朝野协商 讨论公平交易委员会 人事同意权案 与国营事业总预算案全程直播 创下立法院的首例 全台市长接班战即将再起 六都中台南高雄和新北 现任市长不再连任 那么国民党要收复台中 台中市党部主委蔡景龙 已经宣布请辞 要挑战林嘉龙 而台北市长柯文哲民调下滑 不止绿营同盟不再相挺 甚至将出现蓝绿袈裟 让柯文哲的连任之路困难重重 台北市长上任即将满两年 不过市政却引来炮火 当初以政治素人之资踏入政坛 现在却连绿营同盟也不再相挺 探出两周年成绩单 已经贬过于包 接下来连任之路 将面临前蓝营立委丁守忠等人 以及绿营立委姚文志等的夹杀 永远都有改进的空间 所以我们就是很努力的每天去做 确保说每天都有进步越来越好 全台地方市长接班站即将再起 六都方面 新北市和台南市高雄市 现任市长任其届满将不再连任 接班大战也提前开打 台南市深律大本营 包括地委黄伟哲 王定宇都陆续表态 市长赖清德也乐观其成 民主制度没有接班人 谁要来服务市民 这个要由市民来决定 高雄市长陈局则不断有进军中央 接任隔魁的呼声 目前子弟兵立委 管碧林刘世芳布局已久 陈其迈 赵天玲也各自努力 陈局肯定党内人才积极 但对自己是否坐满任期 巧妙回避 国民党目标要收复师徒 台中前立委蔡景龙宣布辞去党部主委 投入党内2018市长选举培育专案 要挑战林家龙 把市政做好 让人民有感 那事实上我们不管对手是谁都欢迎 至于新北市长朱立伦的接班人选 副市长侯友宜呼声最高 瑞颖立委罗志正吴秉睿也都被点名参选 连时代力量黄国昌也传出响战 两年后的市长接班战已经热闹滚滚 记者综合报道 年底到了八大公股行库的年终奖金 成为立法院直询的焦点 那么今年各行库的整体获利 多少受到景气影响 平均年终大约是3.2个月 不过先前被美国裁罚 57亿元的兆丰银行 获利还是八大公股行库之首 所以年终至少有5个月 年关将至上午财政部长 接受国民党立委卢秀燕提问 今年八大公股行库年终发放情形 财政部长表示 虽然赵峰赢今年吞下57亿元巨额罚款 导致获利缩水 但仍比其他行库更多 而市场评估赵峰赢今年的年终奖金 虽然会比去年7个月少 但至少可领5个月 今年除了赵峰受影响以外 其他的话大概保持税 从我们公股金融事业的座团会 可以看出来 绩效大概跟去年来讲 有一些都还不错 赵峰银行虽受罚款影响 但因为整体获利高 估计年终奖金位居第一 而彰化银行年终 则在4.3到5个月之间 合作金库第一银行和华南银行 最多可拿到4.6个月 台银和土银则预估可拿3.2个月 但各行库明显受景气波动影响 年终比去年少 这57亿的影响 还有我们增加了很多费用 国外增加法尊的设备 这有一些费用也会增加 整个盈利会小幅度的衰退 工会的立场是觉得 这个是蔡友才那高层的 故意的不作为 跟我们好像没什么关系 赵峰商银工会表示 纽约分行被美方财罚 57亿元罚金影响获利 是上位者的决策 并不是员工的错 不该减少行员的年终 而赵峰银行则回应 因为获利上未结算 年终奖金会发多少 还要再讨论 但估计会在年底前确定 记者王伯恩超博罗台北报道 来关心消费者物价指数 累积上涨幅度 已经突破3% 那么财政部立即宣布 减税利多 明年度开始 总所税免税额 从8万5提高到8万8 另外6个课税急剧 也全面提高 600万的纳税户 平均每户可以少缴1000多块 后年5月报税就可以适用 日前公布11月的物价指数 CPI年征率为1.97% 创8个月新高 尤其食物类涨幅最惊人 然而根据统计 CPI的累计涨幅破3% 已经达到减税门槛 财政部宣布正式调高 明年综合所得税的免税额 从8万5调高为8万8 另外税率急剧 最低税率5% 所得进额从52万元 调高为54万 最高税率45% 原本是1000万 则调高到1031万 600万的纳税户将全数受贿 按照上涨程度是3.06%来调整 免税额由原来的8万5 调整为8万8 纳税人整体可以增加 可支配所得是68亿元 以四口之家为例 一户只有老公赚钱年薪100万 要抚养老婆及两个子女 依现行的税率 每年众所税要缴17600元 明年降税后 不仅免税额扣底金额提高3000块 标准扣除额以及薪资扣除额 也跟着提高 在1百分之5的税率计算 降税后 众所税为16450元 和旧制的税率相比 少缴了1150元 有利的就是说假如有双薪家庭 或者是抚养建属多的 那这比较有利 因为双薪家庭它本身有两个 薪资特别扣除额 而且它的免税额 它的免税额也会跟着拉高 从8万5拉到8万8 另外超过70岁以上 免税额也从目前的12.75万元 调整为13.2万元 至于明年退休的人 退休金的税负也将调降 如果退休金才分期领取 全年的免税额从75.8万 调为78.1万元 另外一次领取的人 总额计算如果是以18万 乘以服务的年资以下的金额 就能享有免税的优惠 记者洪立委张国梁 台北报导 由乔委会经济部指导 清创总会一同主办的第39届 海外华人第25届 创业楷模即创业相辅奖 今年一共选出国内9位 和海外4位创业楷模 那么副总统陈建仁 亲自出席颁奖典礼 并期许他们成为社会榜样 为政府推动五大创新产业的政策 成为领头羊 由经济部乔委会 共同指导主办的第39届 国内与第25届 海外华人创业楷模 经过漫长的资料审查与评比 得奖名单出炉 今年一共评选出国内9位 和海外4位获奖人 副总统陈建仁也特地出席颁奖典礼 为仪式增添光彩 典礼首先由清创总会会长孙达问 经济部次长杨维甫向全体致意 乔委会副委员长吕元荣也代表送上祝福 经过了严格的争选 经过了各界反复的对各种指标 尤其不是只有针对他的成就 针对他创业的成功 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的评审 投影幕上的每一段画面 都是努力打盼的身影 各种心酸只有当事人明白 而如今他们事业有成 这些奋斗故事也随着获奖广为人知 副总统陈建仁至此时 肯定所有获奖者一路走来的辛苦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参加 这一个深大宏宙和女友分析的 颁奖典礼 首先要向新科的创业凯游 还有创业相互奖的得奖典 典礼重头戏由副总统亲自颁奖 获奖人一一上台接受荣耀 脸上全是喜悦与骄傲 现场亲友团也欢呼尖叫声不断 今年获奖的创业凯模 从营造建材 自动化机械 食品营养 家具设备都有 此外每一位创业凯模的背后 都有默默支持与付出的人 无论是父母手足 夫妻或事业伙伴 主办单位也设立创业相辅奖 让他们共享光荣 今年获奖的海外凯模中 唯一的女性是乔务委员张碧玉 她在天寒地冻的俄罗斯创业 海外打盼的艰辛 莉莉在目 没想到自己那么幸运 在这俄罗斯的二十几年当中 历经了很多的不同的艰辛 但是最后在那边结婚生子创业 最后今年得到两个奖 我很感谢 步一步地走 更稳地走 然后要更小心地走 我相信以后 我希望能够把自己的事业 还有自己的家庭 更熟地更稳 没有她就没有我一对宝贝的儿女 也没有我们王家的后代 所以恭喜你老婆 我们全家人都很爱你 创业的碧露蓝绿和伙伴 一起便手知足的点滴 对全体得奖人 都是事业成功 不可抹灭的回忆 主办单位最后邀请全体得奖人 一同上台合唱感恩的心 金友团也上前献花 让颁奖典礼在温馨感人的气氛中 圆满落幕 台湾宏冠电视陈林文中建刚 台北资本报道 桃团结运公司宣布新一波票价优惠措施 而直达车抵达的大站三公里内都享有区间优惠票价 月票和计票也同步调降 以台北的林口为例 最优惠的计票折算下来 单趟是48元 那么行政运长林全也是成集结 表示希望农历年前后可以通车 行政运长林全试搭机场捷运 先持单程票进站后模拟预办登机 在自动柜台托运行李 接着从台北站搭车前往桃团机场第二航下 林全说试搭的感觉很好 希望在农历年前后机场捷运就可以通车 我们期待这条捷运线能够尽快通车 刚才讲是农历年前后 当然我们希望能够越快越好 这是给我们部长的使命 而在要求降价的声浪中 桃园捷运公司上午也公布最新的票价优惠方案 以直达车停站的A3站和A8站为中心 三公里内的车站都算区间同票价 以台北车站出发为例 优惠后到新装的A3 A4 A5站 都算同区间三属元票价 台北车站到林口地区 也都算同区间票价都是80元 为了避免各站落差太大 A6泰山站 A10山鼻站 A11坑口站也采同样优惠措施 三大通勤生活圈票价都调降 新装生活圈35块 林口生活圈80块 南侃生活圈120块 通勤价分别是400块 2000块跟3000块 票价调降后 通勤的月票和计票也跟着降价 以台北道林口为例 计票单程48元 不过新北市政府交通局表示 还是太贵 应该采取直达与普通车不同票价 对于机捷票价争议 现在地方也抛出 希望中央能比照高捷北捷 挪用空污预算补贴陶捷 对此行政院表示 会研议是否有补助的可能性 记者薛宜佳 陈立峰 台北桃园综合报道 而台北捷运环状线 首部列车车厢亮相了 有别于现行捷运列车的 银灰色系设计 环状线列车的车身 是以这个黄白黑三色彩绘 显得特别亮眼 虽然环状线目前的进度 比原定进度落后 但不影响民国107年底前 完工的进度 台北捷运环状线首部列车车厢 终于亮相 在黄白黑三种颜色的涂装下 列车车身显得格外亮眼 新北市长朱立伦 与台北市副市长林清荣 一同前来体验 台北捷运环状线第一阶段 预计将于民国107年底完工 我们目前的进度是76% 整个进度大概是 微幅微幅的落后了0.35% 但是我们很快的预示是指说 从这个条件来说 依照我们的进度 我们大概一定可以如期在2018年的年底 正式全线15.4公元能够完工 环状线列车车厢外观才倾斜式 20度流线造型 车厢间有设计走道贯通 还有包含行李直放区 车窗面积加大 与一样是中运量的文湖线相比 两家制造商各来自法国与意大利 环状线的车厢规格 比文湖线车厢的体积大了一些 但座椅却窄了点 以至于环状线的容量每列车可载运650人 比文湖线来得多 环状线的路网是三块三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条路网 它可以连结8条捷运 那第一阶段就至少可以连结5条捷运 也就是说大家以后不需要都要搭到台北火车站或市中心 台北捷运环状线第一阶段营运通车后 捷运转乘就不需要进入台北市中心 不但大幅缩短搭车时间 也提升新北市民转乘的便利性 记者国财亦吴七昌台北报导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白贤勇 台湾的宏观电视 长久以来 以各种不同的角度介绍台湾 我们希望大家继续支持这个节目 我也祝福大家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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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来看到因应少子化的情况 台北市教育局102学年开始 逐年调降所有公立高中人数 每班40人到去年招生 已经降到每班36人 那么明年106学年度 北一女复兴高中将再减一班 北一女是从103学年后再度减班的 而预计一班教育局 而预计招收720位普通班学生 也创下该校的新低记录 身为台北市传统的指标高中 走过联考多元入学到12年国教 北一女历年招生良好 每年新生逼近千人 但因应少子化配合教育局政策 这四年普通班已从每班40人 减到36人 而且继103学年后 明年提报再减一班 教育局已经正式核定 北一女的部分主要也是因为 目前他们学校 每生享有的校地面积 大概只有7.6平方米 但是跟我们一般高中的标准 15平方米其实已经落差非常大 那在整个的学生的使用楼梯板面积 也都是低于全国平均 跟台北市平均非常多 现有空间不足 12年国教课纲107学年上路 跑班和弹性学习得提早规划 是北一女提减班主因 而明年招20班 总共720人创新低 在全国国立高中部分 教育部决议 106学年不会通案减班 是你办学的好坏来减的 这个是一部分 那第二个 我们说了要不要通案减班 那个我们106年决定是不要 那107年我们会再研究 可能会 因为少子的话 那继续学生还是会少 国立高中每班核定40人 比北市的36人来得多 教育部认为还有调降班级人数空间 而台北市统计102到106学年 加上增班数 其实只减了三班 这四年减班比例8% 学生减少的比例却是9% 在怎么调整 还是追不上少子化速度 记者乔惠沈志明台北报道 师范大学乔生先修部举办2016年乔生教育国际研讨会 主轴为打造创新式性课程 培养东协优秀人才 那么邀请到来自日本香港马来西亚印尼和埃及 以及国内教育学者大约是250人参加 而乔委会委员长吴欣欣特别出席开幕式 勉励在场各国乔生来参观校园 为了精进乔生教育品质 提升乔生教育素质 国立师范大学乔生先修部 举办2016年乔生教育国际研讨会 邀请学术界语言教育专家 全台乔生代表们共同与会 会议由师范大学副校长吴正纪主持 乔委会委员长吴欣欣教育部参事邱玉禅 也出席开幕式 全世界已经培养出12万左右的乔生 这些12万左右的乔生 分布在全球各地 其中最多的就是马来西亚 乔大线旭班对我们全世界所有的乔生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培养我们乔生的一个基地 一个中心 而且对我们很多流台校友来讲 乔大线旭班这个地方这个校园 他们一定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 吴委员长强调台湾欢迎各国乔生来台就学 学有所成后能够为台所用 协助台湾整体发展 尤其目前政府全力推动新南向政策 从文化到经贸强调以原为本 台湾鼓励东南亚乔生来台就学 就是新南向政策的重要项目之一 在国内扮演乔生摇篮的师大先修部 也希望学生们能把握机会 在台就学期间开始为职业铺路 最近我们事实上也做了很多的一个课程的一个改革 我们希望说在乔生经过了这半年或是一年 在乔生先修部那他能成为我们前台湾各大姐最受欢迎的学生 所以师大对乔生交易 事实上是把它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委员长也前往乔先部校园参观 从图书馆 宿舍到餐厅 并前往教室实地了解上课情形 拉近与学生间的距离 借由学术论文发表及海外招生策略论坛 乔生教育国际研讨会搭起学界间的桥梁 希望能促进乔生教育的进步与发展 为新南向注入力量 台湾宏观电视产内文中间刚台笔曾网报道 台东专科学校有七名学生 今年在国际创意调酒大赛上取得参赛资格 特别的是学生和老师研发使用台东原著名的小米酒当材料 要以独家的技术争取世界冠军 台东专科学校参旅管理科 这七位获选参加明年世界杯调酒比赛的学生 利用假日课余的时间加强练习调酒 举杯调酒再加上冰块摇晃 调酒的肢体动作不但需要灵活轻巧 脸上还要挂着笑容 不过要表现在地的特色 才能更吸引评审关注 台东专科学校老师和学生 就研究使用原著名的小米酒 作为明年到日本冲绳比赛和大会指定用酒调和的秘密武器 因为小米酒是台东的特色 那我就想把它加入酒菜里面 结合我们台东的小米酒 那它的那个甜度呢 可以中和了它的润喉跟它的喉韵 台东专科学校表示 既值学校学生学习学科的技能之外 也需要思考运用创造力 像是这次老师和学生 利用台湾特有的小米酒作为调酒材料 就是一种创新 这样的创新能力 也能让学生未来在职场上更受欢迎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 体育消息来关心 日前巨人宣布签下成为自由球员的 旅日球星杨代刚 由于合约细节尚未透露 杨代刚只强调选择球队的优先考量 是家人能安定的好环境 在瓶子上面画上太阳 并且示范如何擦保湿乳液 杨代刚想给深受异味性皮肤炎 所苦的小女孩Polly更多鼓励 在学校也是也会 我觉得应该会受到一些 就是应该会有欺负那种原因出现吧 我觉得他们可是他们都很正面的 和女儿的感情好 第二个小孩明年年初报到 身为人妇的杨代刚 看到Polly穿上渴望已久的裙子 也很欣慰 而对他来说 家人的健康与安定是最重要的事 因此未来的落脚处 这会是优先考量 经营公司的人吗 我还在谈 因为还有球队留着 然后我就看 经营公司帮我看 因为我也跟他们说过 我的条件 对 就是家人能够安定好 让我能够专心在球场上 这是唯一的 然后其他年数 年数金额 然后全球都交给经营公司去处理 对 反胎一个月 只要公开行程 新东家的事就被问一次 日本媒体还连番报导 杨代刚将穿上独卖巨人的球衣 四年十亿的数字也出来了 不过杨代刚没有一次松口 他说也很想快一点给大家答案 因为只有底地那天紧绷心情才能放松 记者林小慧 沈志明台北报导 一文消息要来看到的是 幽人神鼓 相信很多观众都很熟悉 他们的几股表演 不过今年的最新创作 打破这个风格 由年轻的金石幽人单纲 融合戏剧 舞蹈 吟唱 与多媒体 希望引导观众重新了解自己 小时候最害怕的声音是 妈妈的小鼓声 小时候要求躺在床上看漫画书 首舞足道跳入小剧场 金石幽人的团员们 以吟唱结合戏剧 呈现孩子如何看待父母期待 另一个小剧场空间 则是朋友间相互控制的戏码 出发点其实真的非常简单 就是我自己发现到 我不了解我自己 我不了解人 人是怎么一回事 是否真的认识自己 也是金石幽人 艺术总监陈子伦 从意大利回来台湾之后 思索的事 她说母亲刘若宇 是幽人神谷的创办人 外界视她为接班人 这份理所当然却带来恐惧 我也有我的独特性 我们在一起 也许会创造出不同的事物 可是我永远不可能 成为那个她的人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也在重新认识 如何能够看见自己内在的某种 某种你自己的局限 甚至你的习性 而从这个角度呢 似乎像是一个踏上了勇者之路的过程 陈子伦和年轻团队 以重新了解自己为出发点创作 刘若宇满是悸动 因为最初忧人 就是以探索生命为出发点 这个创作提醒自己的初衷 近30岁的忧人 要的又是什么 记者林小慧 沈志明 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导 台北报导 你要当一般的选手 你只要认真就可以了 你要当好的选手 你就要很认真很认真 你要当一个非常非常好顶尖的选手 你就只有很认真很认真很认真 才有那么一点机会 我的名字叫 尤红 好 我今年19岁 专场就是 竞速溜冰 对于溜冰的爱 应该有 九分 应该有九分 我希望 今年六月份的很多选拔 我可以上活手 我礼拜二跟礼拜五下午 我会去跑步或者是骑脚踏车 礼拜六下午 我会去做 偷心 就是像TRC那种 我一天大概花五六个小时 在增进自己的体能那些人 对我来说 輸只会更激励我 下一场比赛要比得更好 再两下 等于就是一个目标吧 好 我下次比赛一定要赢他 你就是一种不服输的个性 我现在19岁 我想要对29岁的我说 谢谢你 每一次 就是 那么努力的拼每一场比赛 虽然说过程中很辛苦 可是 得到的是 这种 站在讲台上的感动 比赛的感动 就是一个 很棒的人生机 对 亚洲杯 还能拿到 亚洲第二名 跟世界杯 很好 很希望自己还可以在一起 站上颁奖台 而且是站在中间 是第一名 不是站在旁 济牢 withto the night 7 ico 也是 这个 所以 前期 也 医院不肯出院 那么卫福部预告了 从明年元旦开始 民众住院部分负担上限 将由现行的36,000元 调涨回37,000元 全年上限则由现行59,000元 调涨到62,000元 预估有一万多人受到影响 进门急诊部分负担调涨后 明年起大医院的住院部分负担 也可能要涨价 未来民众生病住院次数越多 荷包恐怕要大失血 调涨当然基本上是谁都不愿意 那当然他也衍生出很多问题 应该也不是一天 应该是很多天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还好 为了避免有病患 长期滞留医院不肯出院 卫福部预告 从明年元旦起 民众住院部分负担上限 将由现行的36,000元 调涨为37,000元 全年上限则由现行59,000元 调涨到6万2,000元 初步预估至少有1万多人受到影响 不过一改团体痛批 政府缺乏配套 加上物价一直攀升 对于竞贫族及经济弱势族群 恐怕经济负担更加距 有一些接近竞贫的民众 如果说部分负担一直调涨 上限一直调涨的话 我觉得其实对比较 接近中级收入户的民众的话 其实负担会比较重 特别是竞贫他还没有拿到这些设服资格的民众 对此卫福部上午低调没有受访 只强调这是依照健保法施行细则规定 每年会依主技处国民所的变动来做调整 目前住院部分负担上限提高的草案 还在预告期间 如果有任何修正建议者 可以提出再进行讨论 记者来说明讲龙下台报道 国家卫生研究院针对肥胖有重大发现 人体内的某个基因能够调控肠道细菌生态平衡 可以有效抑制肥胖 增加能量消耗 为了有机会透过类似补充益生菌 就能维持窍窍身材 肠道内的细菌有上百种 数量有100兆以上 有好菌也有坏菌 国卫院免疫医学团队最近一项研究发现 人体内的DUSP6的基因 能够调控肠道细菌生态平衡 可以有效抑制肥胖增加能量消耗 这个野生型老鼠之后 因为它吃了这个DUSP6 这个基因剔除鼠子的粪便之后 它就跟着吃不胖 那表示说它至少有一部分的保护功能 抗肥胖的功能是因为是DUSP6的 它的肠道菌虫所引起的 有别于以往认为细菌有害健康的刻板印象 近年来有许多研究发现 这些数量庞大的微生物 在维持人体健康上扮演重要角色 特别是肠道菌相的平衡 与人体代谢疾病免疫疾病 癌症都有密切相关 而这个DUSP6基因存在于每个人的体内 多加利用将可找出更多抗肥胖相关的 益生菌种做后续运用 就是比较快的时程来讲 我们是希望从比如健康食品 益生菌那边门槛是比较低 在整个在卫福部或是说在整个国际上的管制 跟药品的管制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保健食品是比较容易切入门槛 这个研究近期也被发表在国际知名的自然期刊 并向美国提出暂时性的专利申请 预计一到两年内可以完成更进一步的效果验证 接着朱子怡 陈信龙 台北报道 台北101今年的跨年烟火秀首度结合灯光秀 搭配以金色为主的近两万发烟火 要给民众一场精彩的视觉饗宴 而今年烟火长度维持跟去年一样都是238秒 还引进了800盏将近500瓦的电脑灯 而烟火数减量成19000多发 而且三分之二以上都是以台制烟火为主 要让跨年夜充满浓浓的台味 还要来看到韩式尾牙将在明年1月22号举行 预计开2200桌 让4万名街友有顿温暖的团圆饭 跟500元的应急红包 不过呢3600万的经费目前只筹错到两成 社福团体赶紧发起意卖活动 希望能够补足善款缺口 欢迎各位来做爱心 参考一下支持韩式吃饱三食的尾牙 在人来人往的西门町叫卖 义工团队负责卖公仔牛嘎糖 单亲妈妈现场卖烤地瓜 就是为了筹筹明年1月22号的 韩式尾牙经费 希望能让街友们一同感受过年气氛 饱餐一顿 因为今年景气不好 也反映到韩式尾牙的捐款上 善款相较以往缩水不少 今年景气很不景气 本来捐5万的30 有些人可能只捐1万 有些人可能甚至是失业 没有办法捐款 但我们还是希望不要放弃这个活动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 就算是500 100 也都可以成就这个 韩式吃饱30的活动 四万名街友 共2200桌的围炉伙食费 加上500元的应急红包 预计要花费3600万 可是现在只募集到两成 还有2900万没有着落 很多民众听闻 也身体力行表达支持 因为单亲妈妈也是很辛苦 对 然后 因为毕竟家里面也是单亲 对 然后想说帮助更多 对 尽力一点点心意 我们也是做工的人 其实我们也没有太多 太多的力量去帮助很多人 像这种小公益 我们都可以随手做一下 除了购买意卖商品 民众也能透过 划拨账套捐款响应 政府团体希望靠小额捐款 补足善款缺口 让每一位社会边缘人 都能够吃到一顿 热腾腾的团圆饭 记得朱子怡 陈信龙 台北报导 来关心台湾海岸线 不断退缩 根据统计 全台至少12处海滩 和沙洲严重流失 虽然政府计划性养滩 但有时受限预算不足 无法长期执行 因此学者就忧心了 海岸退缩 未来将会比现在更糟 封拍画面记录 十年前台湾海岸线的状况 随着气候变迁加剧 海岸线退缩的情形 越来越严重 像是台南的黄金海岸 民众说小时候到海边 想玩水得走好几分钟 现在却要担心沙滩会不见 经济部中央地址调查所统计 全台至少12处海滩或沙洲严重流失 大多分布在台湾西岸 像是嘉义的豪美辽海岸已经退缩66公尺 台南七谷海滨50年退缩1000公尺 而另一处知名景点黄金海岸 也在短短20年内退缩了30公尺 就连高雄骑京海岸 10年内就退缩了50公尺 学者说虽然政府计划性养滩 但有时受限于预算 无法长期执行 也只能挑重点区域养滩 让海岸线退缩的情况 没能彻底解决 我觉得在整个都市计划里面 它必须很明确地去建立所谓的缓冲区 所以有些地方其实不适合让人可以在那边居住 或者说都市计划开发的时候 那个地方都不适合再做任何的开发 台岸线退缩 美丽的海景被消破坏取代 也让台湾陆地面积逐渐缩小 若不多点积极作为 情况只怕会越来越坏 记者南部综合报导 世界气象组织预估 今年2016年的年平均温度 有可能打破历年来的记录 天气越来越热 也冲击到高山地带 带您来认识一种树 玉山原博 玉山原博分布在海拔 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现在正面临气候的威胁 想要看玉山原博 得先练就一身好角力 爬上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因为它是全台湾分布海拔 最高的树种 雪山台湾的第二高峰 在雪山翠池的周遭 有着一片台湾目前仅存最壮观 最老的玉山原博森林 3000啊 你随便碰就有一棵3000多岁了啦 所以这里大概从3000 20001000多到几百年的都有 但是这个寄木林都超过500岁啦 研究植物生态超过40年的 陈玉峰教授表示 玉山原博可能是台湾已知 活得最久的树种 有这棵太拙罵 收在这里 定位说 替我们 过来的乡土 过这4000多年 颁文喔 植物又在强风 严寒平级的高山地带 活下来并不容易 为了适应环境 玉山原博的树生奇妙多变 除了高大直立的乔木林 甚至演化为低矮盘旋的灌丛 不过现在他们要面对的挑战 越来越多 陈玉峰教授观察 暖化现象打乱了原本植物的分布 那如果持续暖化 我给他计算的结果是 到本世纪末 我估计玉山原博的族群 平坚起来 将只有剩下海拔 3800公尺以上地区 被保有原博的这些矮盘灌木 当天气越来越热 站在高山最顶端的玉山原博 也面临了其他数种的竞争 他们能不能挺过 气候变迁的威胁 台湾高山只被生态环境 相当值得关注 记者陈天堡 科技艺人采访报导 如果你有一支铅笔 你会想怎样 你可能会写字或画图 但是对于笔星雕刻家 李建筑来说 他却在0.5毫米的笔星上 看到了另外一个雕刻的世界 所以成为一个非常棒的笔星雕刻家 你好奇吗 请收看又为您指示的文人正式 我们来访问他 看看他怎么样走出自己的 笔星雕刻的一个 非常棒的创作之路 这个西婚夫人 他多大年纪 品性如何 足色几分 还有 传统的京剧在经过台湾这片土地的洗礼下 孕育出了全新的面孔 它不仅是一个传统表演戏曲的传承 更是一种全新的艺术感受 她是魏海敏 国立古光剧团主演之一 从小学戏 毕生致力于京剧艺术的传承推广与创新 其实我小时候从来没有看过京剧 但是因为我父亲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招生简章 问我想不想去念这个剧校 那我觉得现在再往回看 就觉得那个好像就是一种 明明当中的 由父亲的引力 让我进到了这个戏剧的殿堂 一个戏剧演员 他必须要从小来训练 到了我们这一代呢 我们也是用相同的方式 被老师训练出来的 那么去练这个幼功呢 会自然有一种身体的记忆 你的整体 整个人 你就已经是一个戏曲人了 我觉得京剧在台湾的发展呢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呢 在思想当中是从过去的不自由 到后来的自由 到后来的一个一发不可收拾 它没有限制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对戏曲来讲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利基点 也是一个蛮好的背景 你如果给它设一个框架 那么它说不定就僵化起来了 创作戏在我们来讲呢 就变成你只要发想 你只要勇敢 你就可以去发展你自己的 很特殊的一种表演 魏海敏不懈的努力 让他在2007年 获得国家文艺奖 而他所付出的贡献 早已为传统戏曲 留下深具雕竿意义与影响力 并为开创新编剧目的表演 立下典范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来关心今年第一批的野生乌鱼 已经抵达中台湾了 台中和彰化的渔民大丰收 不过呢 这也让大陆渔船频频越界捕捞 码头的渔民忙着将一箱又一箱的乌鱼 从船上卸下来 彰化线线西箱 温载港 首批乌鱼 临城进港 数量多达一万三千尾 许多鱼饭直接来批货 这样的丰收让渔民相当开心 三枚三枚九点抓到 头二千五枚 一枚 乌鱼一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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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鱼七百 港的二十五 渔民表示去年因为气候 海象都恶劣 野生乌鱼捕货数量 较少 渔民的收入也跟着减少 不过今年海象家 加上气候刚好变冷 渔民的收获都不错 鱼饭也有明显的感受 刚往年比还真的非常好 五六千尾以上都有 大概比往年多几 几次呢 大概有两三成 今年的乌鱼除了鱼货量增加 乌鱼籽和鱼标的品质也很好 价格也都不错 但乌鱼季也是大陆渔船越界的高峰期 海巡单位将加强护鱼勤勿 在乌鱼性期间 本队会将渔民作业的水域 列为巡逻的重点海域 并加强取缔越界入船 大陆渔民为了捕捉乌鱼 十二月初曾有大批渔船越界 出现在金门乌丘沿海 海巡扫荡后 暂时没有严重越界情况 但冬至前后正值乌鱼季 渔民预估今年应该是丰收年 希望海巡甚至军方能加强护鱼 才能维护台湾渔民的权益 记者秋水培拉斯杰 彰化台中综合报道 2013年被宣布灭绝的台湾云豹 台北势力动物园 向德国乌帕塔动物园 引进一只两岁半的雌性云豹 未来也将会积极引进雄性云豹 希望透过国际合作 让云豹重现生机 把笼子打开 小云豹探出头 往外走没有几步 又跑回笼子里头去 他是台北市立动物园 向德国乌帕塔动物园 引进的两岁半的雌性云豹 Suki 看起来他的身体状况 还是还OK 那根据我们的观察 第一时间 他没有马上就到 一个开阔的空间 因为本来小心的 食物动物就比较喜欢待在 有遮蔽 然后有比较安全感的地方 黄云豹在2013年 不幸被宣布灭绝 其他国家也因为漆地消失 非法盗猎等因素 使云豹数量持续下降 为了推动相关的 域外保种计划 因此原方展开了国际合作 而在动物园里 原本就只有一只 在2001年被查起到 从东南亚走私来的云豹 叫做云芯 你磕豆宝 我磕豆宝 看到云豹现身 小朋友有一点惊讶 云芯已经高龄16岁了 难得亮相 看起来美丽又一派 轻松的悠闲模样 依然吸引许多民众目光 至于刚报到的Suki 将进行一个月的检疫 至少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在检疫社里面确认 没有传染病 没有身体的一些特殊状况之后 才会领出检疫到 展示场跟大家见面 所以后续 不管是跟泰国 或是跟欧洲 都会再继续谈 引进新的血缘 或是新的宫 宫的云豹进来 原方表示 未来将规划引进雄性云豹 希望可以在台湾 建立起卫星族群 和其他国家一起来 为云豹的保育工作 尽一份心力 谢谢藏医物品昌 亦被报导 新闻最后 带您来看到 台湾历史博物馆 展出画家 常遇的修复作品 也同时感谢您 今天的加入 我是黄金怡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